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一个实态是将来进行实态 将来进行实态这是最基本的八种实态 以外的一种实态 在新更年一则学习实态的时候并没有学习到这一种 所以说呢这是新更年二则新加进去的一种实态 而且呢生活当中又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来看这种实态我们到底要怎么用 实态也就是两条 什么时间用以及位于动词的结构 我们先说将来进行实态的结构 因为结构比较简单 那我们把简单的东西放在前面 结构就是will be后面加动词的现在分词 因为大家想将来进行它要表达将来 将来呢就要用will后面再加动词的原型 是不是将来你要表示将来 一般将来实态最基本的结构就是will加动词原型 所以将来进行实态先要有一个will体现将来 后面还要有进行 我们学习实态的时候 现在进行实态过去进行实态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be后面再加动词的现在分词 现在进行实态是m is r后面加动词现原分词 过去进行实态是was were后面加动词的现原分词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以后说到进行实态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be后面再加动词的现原分词 那么这样呢等于我们把一般将来实态和进行实态的结构合在了一起 好我们说将来要有个will will后面加动词原型 那么进行要有be后面再加动词的现代分词 那么这两个结构合在一起也就是will be doing 在will之后的这个be只能用原型 而且will情态动词不会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 后面这就是这句话未语动词它的现代分词了 所以这就是将来进行实态它的结构 以后一说到将来进行实态 未语动词先要有will be这两个不变 后面表达什么样意思的动词 再把动词的现代分词放在这儿 其他的成分你按照那个意思补充全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将来进行实态的结构 我们知道了结构 什么时候用这种实态呢 好来看使用场合啊 也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首先将来进行实态将来进行实态 顾名思义就可以表示将来的某事将正在做的事情 将来的一个时间正在做的正在进行的事 那就是将来进行 这是它最最基本的意思 举个例子 比如我说明天早上八点钟 你将会在干什么呀 明天早上八点钟 你将会在做什么 对不对 这是将来 而且是正在做将来进行 看要怎么说 what will you be doing at 8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what will you be doing at 8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句话直接用了一个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疑问句是有一个注动词跑到主语之前的 是不是 而对于将来进行实态 里面它注动词其实有两个 will算 必也算 那么变成疑问句的时候 需要把一个注动词提到主语之前 把哪个注动词提到主语之前呢 第一个 任何时态或者任何结构里 如果注动词有多个的话 要变成否定句 疑问句 我们就在第一个注动词上发生变化 疑问句就把第一个注动词提到主语之前 否定句就在第一个注动词后面加not 所以我们把will提到you的前面就是 what will you be doing at 8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那么你说 我将会再睡觉 怎么说呢 我将会再睡觉 I will be sleeping 后面sleep 用它的现在分词 I will be sleeping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将来进行实态 它从字面意思上看 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表示将来将正在做的事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将来进行实态 我们尤其用于第二种使用场合 大家来看 表示将要做的事 类似于一般将来 我们用将来进行 其实可以表达将要发生的动作 将来要做的事 就跟一般将来差不太多 它跟一般将来实态比较起来呢 更强调一个动作的 有计划性 有安排性 也就是说 更强调这个动作是计划好的 安排好的 那么将来会发生的 会做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或者说呢 有的同学如果搞不清楚 将来进行不是可以类似于一般将来吗 那什么时候我用将来进行 什么时候用一般将来呢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 将来进行实态 要表示将来通常用于 这常见的两个场合 一个是可预见性的将来 什么要可 什么样的叫可预见性的将来呢 就是你从现在看 几乎可以预测到的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要做的事 这就叫可预见性的将来 那么或者是询问别人的计划 或者是打算 询问别人的计划 打算的时候 你用将来进行 会显得更显 会显得更加礼貌一些 那为什么这两个场合 我们用将来进行呢 大家想 如果是可预见性的将来 你从现在看 将来几乎一定会发生 那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计划好的 安排好的 对不对 复合将来进行 它的字面意思 它的基本意思 不是表示有计划的将要发生的事吗 而你询问别人的计划 打算的时候 你就用将来进行 将来进行 比本身就可以指的是 你有安排的 有计划的发生的 那么你用它来询问 别人的计划打算 当然要更显礼貌一些 好 我们来举例子 比如呢 你说我明年要出国了 现在呢 一切都已经定好了 比如说 你这个 要留学 或者说你要移民 就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办妥了 就剩你把家里收拾收拾 然后这个买好机票 明年就走了 那这就是可预见性的将来 用将来进行 就非常的合适 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成 I will be going abroad next year I will be going abroad next year 我明年要出国了 那么再举个例子看 您今天晚上跟我们 一起吃晚饭吗 怎么说呢 Will you be having dinner with us tonight 我们用将来进行 询问别人的计划打算 对不对 更显得礼貌一些 Will you be having dinner with us tonight 以后呢 用这句话就比问 Will you have dinner with us tonight 要更显得礼貌 所以这是将来进行时态 用表示一般将来 这个意思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的两个场合 一个可预见性的将来 另外一个就是 询问别人的计划 或者是打算 接下来呢 团队们来看两句话 这是新年三册 第四课的原话 讲一个垃圾工 Dusman His name is Alfred Blocks Alfred Blocks 这个人 他是一名垃圾工 他是一名垃圾工呢 但是他结婚了 他又不好意思告诉他的 妻子他是垃圾工 他觉得这份工作可能还没有面子 所以呢 每天早上穿的西装革里的就出去了 然后到了工作单位之后 换上这个工作服 然后当垃圾工 工作八个小时 临回家之前呢 他洗个澡 再换上自己的西服 然后再回家 他这样工作了两年 他觉得非常的累 因为你表面上看起来 他在他妻子面前表现出来的一面 跟他实际的生活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觉得呢 这种生活太累了 所以他又找了一份 做办公室的工作 那么这份做办公室的工作呢 既然是做办公室的工作 他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在办公室工作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句话说 He will soon be working in an office 他不久将要在办公室工作了 你想他都已经打算找工作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找的是 要做办公室的工作 工作都已经找好了 当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地点在哪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不久将在办公室工作 这是可预见性的将来 那么呢 要去上班了 那他就知道 自己将会在办公室工作 可预见性的将来 再接下来还有一句 He will be earning only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这句话可能我们现在看着呢 稍微有一点点费劲 earn表示挣钱 half表示一半 as什么什么as 这个结构表示的是和什么什么一样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used to 表达的意思是 过去常常做的事情 那现在呢 整个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他挣的钱将只有原来的一半多 将只有以前的一半多 赚钱只会赚到原来的一半 那你想 工作都已经找好了 都定下来了 都快要去上班去了 知不知道自己一个月要拿多少钱 当然是知道的 所以 这仍然是可预见性的将来 对不对 大家以后用将来进行事态 表示一般将来的时候 就尤其用于这两种场合 就最为稳妥了 可预见性的将来 以及询问别人的计划 或者是打算 那么将来进行事态 这种结构呢 并不是很麻烦 这种事态 无论是从结构上 还是从它的用法上 使用条件上 都很好判断 那么大家下去 尤其是表示 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你多用用 对于这种事态 就掌握得很好了 好了 关于这种事态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好